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向上一步的勇气 有一个人叫做博森汉姆 1983年的时候 他成功地徒手攀爬纽约帝国大侠 打破了世界纪录 当时傅康协会的主席诺曼斯打电话给他 希望能够邀请他来到协会当讲师 帮助有居高症的人克服恐惧 汉姆笑了一笑对他说 请你查询1042号会员 结果1042号会员居然就是博森汉姆 原来他也是有居高症的人 而为什么一个有居高症的人 一个站在高处就会心跳加速 手心冒汗的人 能够爬上一座摩天大楼呢 诺曼斯很好奇 决定到他家拜访 当时他家正在举办一个派对 而且有许多记者来访 因为他奶奶又打破了新的世界纪录 当时他奶奶已经快100岁了 为了庆祝汉姆的成就 他就从100公里以外的地方 徒步走到汉姆的家 意外地创造了新的记录 有记者问奶奶说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呢 奶奶说 一下子走100公里是很困难的 但是向前走一步却很简单 所以走100公里不需要很大的信心 只要一步又一步地走就到了 原来汉姆之所以能够克服恐惧 登上摩天大楼 就是靠着向上攀登 一步又一步的勇气 亲爱的朋友 恐惧会让我们停滞不前 让我们分心 让你看不清事情的焦点 而只专注在环境的险恶 或是放大了内心的惧怕 但相反的 当你专注于眼前的目标 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你就能够超越恐惧 成功地到达目的地 虽然过程会有困难的挑战 但只要一步一脚印 坚持下去 终究能够达成梦想 圣经上有话说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恐惧会叫你没有力量 叫你还没有打仗就先输了 恐惧会瘫痪你的人生 恐惧会叫你害怕停滞不前 恐惧会叫你一事无成 使你失去上帝要给你的忌讳 所以亲爱的朋友 要得着上帝给你的产业之情 你必须先打破恐惧 打破所有不可能的想法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就是因为恐惧 以至于他们无法进入 上帝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进入迦南流难云密之地 38年后 新的一代兴起 上帝要打破他们的惧怕 建立他们的信心 上帝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刚强壮胆 在那之后 他们赢了两次大胜仗 打败了河东最强大的两个王 而这两次得胜的信心和经验 是他们之后连连得胜的关键 今天 上帝同样对你说 你要刚强壮胆 因为靠着上帝的恩典 你必定可以得胜 上帝必要帮助你 亲爱的朋友 不要看你的环境是多么不可能 也不要看你的仇敌 或是你眼前的挑战有多大 你只要刚强壮胆 做你该做的事 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有信心地朝着目标前进 上帝必会帮助你 靠着上帝的恩典 你可以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 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害怕 也不要畏惧他们 因为燕和华你的神 和你同去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